于慕莲 她常常顶着一头乱发 脸上涂抹着夸张妆容 她用力地笑着 闹着 几十年如一日 后来 她成了周星驰的御用女神 还在戏里向她索吻 连香港的小孩见了她 都会说 这个丑婆婆真的好好笑啊 可于慕莲自己听了 心里却是一阵悲戏 她的人生从来不是喜剧 此前 吴孟达 廖启志 黄树棠等香港老演员陆续去世 同年11月份 因为肺纤维化 冒蝶老人于慕莲 她也被送进了ICU 于慕莲当时的身体状况不容乐观 她想吃东西 但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 大小便不能自理 要用尿片解决 屁股长疮 背部溃烂 补充的食物 需要搅碎煮烂后 她才能慢慢下咽 本以为命不久矣 于慕莲还得好友留下一言 若不能醒来 便下时再见 估计上天有悲悯之心 不忍心带走这位一辈子独身 无儿无女 且晚景凄凉的善良老人 去鬼门关溜了一圈之后 于慕莲得以重生 于慕莲的童年生活 可谓十分令人心酸 年幼的她便经历父母离婚 而她也成了最多余的存在 在父母间更被踢足球般无人关怀 父母的再婚 也让她几乎失去了仅有的一点亲情 或许母亲对她最大的影响 便是带她走上了演艺之路 1950年 十岁的于慕莲 她首次接拍电影 林老入花丛 小时候 于慕莲美得像一个优雅的小公主 1973年 在电影《73》中 于慕莲饰演麦鱼圣妹妹 那时候 于慕莲是个龙套演员 为了演好又丑又邋遢 浑身于心味的麦鱼妹 电影开拍之前 她去街边亲自体验麦鱼的生活 电影《73》开播后 于慕莲大获好评 从此也奠定了她的丑女形象 年轻时 于慕莲算不上美若天仙 但何丑也不沾边 入行六十多年 于慕莲从未尝过爱情的滋味 但她曾对四个谢谢 产生过暧昧的情愫 一直以来 于慕莲从不给任何男人追求她的机会 她也不会主动去追求别人 一性追求于慕莲时 她会直接拒绝 做朋友可以 但拒绝谈恋爱 只要一聊到爱情有关的话题 于慕莲就会主动终止 于慕莲不想结婚 更不想有下一代 她害怕和父母的婚姻一样 如果两个人不够默契 离婚后孩子就成了最大受害者 心理学家阿德勒说过 幸福的童年 至于一生不幸的童年 需要一生去治愈 拒绝谈恋爱 拒绝结婚 拒绝有下一代 这样孤独中老的于慕莲 她真的幸福吗 入行以来 为了赚钱生活 于慕莲只顾严好仇女 渐渐地 她也爱上严仇女 于慕莲在娱乐圈中的形象 用她的话说 钟楚红最美 我是最丑的 一直以来 于慕莲不介意丑化自己 她认为演丑女 可以越人越己 到了晚年 于慕莲更不介意演丑女 但有个前提 直接开心的戏 不拍悲剧 如果是情绪波动很大的戏 她宁愿赔钱 也不拍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在一次采访中 于慕莲说 我不是不喜欢拍悲剧 而是不能长期拍悲剧 若经常拍悲剧 整天哭哭啼啼 我的情绪不能从角色中抽离 因为我是独居老人 实际上 于慕莲虽然无儿无女 但她一直是快乐老人 于慕莲做了多年特约演员 工资在一千到三千不等 每个角色只赚五十元 自从演了七十三 她一下签了六个角色 每个角色拿两百元 于慕莲从不挑角色 因此 她的基本工资 就拿到一千两百元了 入行多年 于慕莲拍过无数作品 虽然片酬不高 但她多少都有些积蓄 人到晚年 西夏五子寺 这样的老人 注定是孤独的 于慕莲是独居老人 为了消除寂寞孤独 一有空 她就去社区做义工 给老人院派礼物 唱歌 2005年 于慕莲宣布退休 她领了一笔二十三万的服务金 并将其中的八万 给山区三百多个孩子 建立了于慕莲希望学校 于慕莲希望山里的孩子 能够多读点书 毕竟她只是小学毕业 于慕莲说 我做善事 从不求回报 自己觉得心安理得就好 退休的日子里 于慕莲还常常和朋友 去看望养老院的老人 他们一起唱歌 一起跳舞 在生命的寒冬取暖 可渐渐的 她却不敢再去 每一次看到孤寡老人流泪 她也哭得不能自已 从十七岁开始 她就过着独居生活 于慕莲坦言 真害怕自己哪天 就悄无声息地 离开了这个世界 在退休后 她便对自己唯一的亲妹妹 交代了后事 我的钱 你有需要你就拿一点 剩下的都用来做善事吧 她也不让妹妹给她买墓地 因为觉得霸占地方 反正无人败祭 火化后 沉船到海中心 把骨灰洒入大海 这是于慕莲唯一的心愿 可命运却再次捉弄了她 2007年 于慕莲接到妹妹出车祸的电话 在急救世外 年近七旬的她 已是满目沧桑 她不停地祈祷着 流泪不止 妹妹是她在这个世界上 唯一的亲人 也是唯一对她好的家人 对于慕莲来说 这份感情弥足珍贵 可在两天后 妹妹不至身亡 离她而去 现在我没有亲人了 短短一句话 是无奈 是心酸 是不得不认命的悲凉 虽然她的身边 其实还有一些 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 可无人真心待她 每每谈到这些 于慕莲都哽咽再三 她一生孤苦 走到人生的尽头处 仍逃不过生命的重击 朋友们都联系她 嘱咐她有事就打电话 可她又不想麻烦别人 便所有事都自己硬扛 只是 随着年龄的增长 于慕莲不得不向健康低头 她常常晕倒 有时在街上站不起来 最后被路人送医 身体状态变得越来越差 她才终于舍得 给自己请个庸人来照料 而就在前段时间 83岁的她不幸病危 住进ICU抢救 当时 于慕莲身体状况不容乐观 她连起身吃东西的力气都没有 大小便不能自理 要用尿片解决 屁股长疮 背部溃烂 补充的食物 都要搅碎煮烂后 她才能慢慢下咽 那时候 于慕莲甚至跟好友做了提前告别 毕竟像她那个年龄进了ICU 十个有九个出不来 都说好人有好报 老天最后不忍心带走这位无儿无女 一辈子独身的善良老人 去了鬼门关溜了一圈后 冒叠老人于慕莲 为了做个正常的老人 她宁可煮拐杖 也坚决不坐轮椅 经过苦练吞咽求生 出院前 于慕莲看到美食 她只能咽口水 出院不久后 于慕莲就和好友薛家咽 他们一起在酒楼相聚 如今的于慕莲 她能大口吃下乳鸽 近日 她接受某节目的专访 回忆曾经的住院经历 孩子暴入ICU多处皮肤溃烂 一度感到好辛苦 据悉 于慕莲在身体渐渐好转康复后 推出了一部自转 我是一条斗角 于是在星光背后的专访中 与大家分享了一些往事经历 谈及这两年的生病经历 于慕莲说 最初是因幼儿时突然晕倒街头 等到康复后因为经常性咳嗽 再次到医院进行了身体检查 哪知道一去检查就失去了意识 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进了ICU 于慕莲还说 住院那半年要插喉 由于一直躺在床上 导致她的背脊部 臀部等部位皮肤都溃烂了 真实是好痛 她还回忆到 当时自己直呼救命 感觉就是生不如死的痛苦 直言好辛苦 而且经常她叫救命也没人搭理 因为那个病房里的人都很辛苦 才叫救命 不仅如此 于慕莲还谈到自己曾被两名友人骗去广州 进行一次疗程 她透露着两位友人是一男一女 当初她在生病阶段 对方让她去广州一日游检查身体 顺便体验一些仪器 没想到去了之后 于慕莲国语不太好 听不懂对方说了些什么 不仅给她抽了血还打了点滴 期间还找她要签名 拍照 当时于慕莲才知自己别骗了 或许对方就是要骗她去做代言 她还猜测自己后来生大病 可能是和这件事有关 不知道当时打了什么东西进入身体里 但没有什么直接证据 回港后 于慕莲与两人大发雷霆 对方还想赔给她两万块 但于慕莲拒绝收钱 并让他们把拍照的图片全部删掉 此外 于慕莲还说回想自己的大半生 其实没啥遗憾了 透露已立了平安指 因为自己也无儿无女 所以提早为自己安排好身后事 准备死后捐出全部遗产 她手上持有的最大资产 便是自己住的那套房子 价值约为六百万 她想死后捐给慈善机构 至于身后事 于慕莲原本想将骨灰洒进大海 但考虑再三后 还是想把骨灰洒到花园 而在这次专访中 于慕莲被问及自己的心愿 这两年看透生死的她 只说没有什么心愿未了 只想多玩一两年 并且希望自己能够行动方便一点 不想长期坐轮椅 正如于慕莲所说 人最要紧的就是健康 希望这位老戏骨能够健健康康 开开心心地过好每一天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订阅加转发哦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订阅